生活版 老父亲设立遗嘱 谁先生孩子 家产就归谁 大儿子齐相都很适合 自己都还没结婚呢 哪来的孩子可真 未能提前生下孩子 两个儿子煞费 他自己生产 我们做抛妇产 肯定比他生得快 老父亲想早报孙子的愿望 能留悦以偿吗 抢着生孩子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3年5月的一天 南方某县城的派出所 接到了一个离奇的报警案件 报案的男人叫齐相东 三十来岁 一脸的憔悴 有些语无伦次的 向警察描述着自己的遭遇 嚷嚷着说 自己的孩子没有了 竟然凭空消失了 警察不解 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齐相东是大喘了一口气 说道 我老婆王小丽 刚生下的孩子 就被人给偷走了 警察也是头一次 遇到这样的事 就问齐相东 孩子好端端的 怎么会被偷走 齐相东赶紧回答说 当时孩子刚生下来几个小时 就我和我老婆在病房里 我老婆睡着了 我出门倒拉底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孩子就不见了 孩子一定是被偷了 不然怎么可能 莫名其妙的消失啊 警察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光天化日之下 难不成有人明目张胆的 进医院去偷孩子 这时 齐相东也主动向警察 提供线索说 这偷走孩子 八成是我弟弟齐小伟 他为了谁先生孩子 这事在背后可没少折腾 竟是一些阴损的招数 我的孩子一定是他给偷走的 这齐相东怎么会这么肯定的 怀疑自己的弟弟呢 这齐小伟难道真的偷走了 哥哥的孩子 他为什么要偷走 哥哥的孩子呢 这兄弟俩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纠葛 这事还要从齐家老父亲的 一份遗嘱开始说起 齐家在当地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家里开了一家家具厂 是县城里出了名的富户 齐大爷是齐家的当家人 多年来苦心经营 经历了不少的财富 两个儿子也各自有自己的事业 大儿子齐相东 自己经营了一家饭店 生意红果 在当地算得上是年轻的财俊 齐大爷也以大儿子为骄傲 但是让齐大爷烦心的是 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大儿子 却迟迟的不肯结婚 立志要先立业再成家 是标准的是钻石王老五 而小儿子齐小伟 一直在家具厂帮忙 已经结婚了 但小两口贪玩 想要享受二人世界 不愿意过早的要孩子 于是齐大爷的两个儿子 虽然都已年过三十 但齐大爷至今仍然没有抱上孙子 心里十分的焦急 齐大爷原本也不想在生孩子的事情上 给孩子们太多的压力 但却意外被查出来 患了绝症 命不久矣 眼见自己时日不多 齐大爷也别无所求 只希望在去世之前 能看到自己的孙子的出身 喘着粗气说 没见这孙子 我死不瞑目啊 说着齐大爷是情绪激动的 剧烈咳嗽起来 齐家两兄弟 见父亲病成这样 担心父亲真的出什么事 心里也害怕 于是口是心非的迎合父亲说 行行 爸您消消气 您消消气 我们答应给您生孙子 不就成了吗 然而半年多过去了 大儿子依旧独来独往 没有女朋友 小儿子虽然结了婚 却始终没有要孩子 齐大爷想要孙子的事情 两个儿子谁都没有重视 眼看要孙子的愿望落了空 他有什么办法能实现 早报孙子的愿望呢 第二天 齐大爷就将两个儿子叫到跟前 说自己要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 两儿子好奇 这父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齐大爷拿出一张纸 言简意赶的说道 给你们 这是我的遗嘱 你们谁先生下孩子 谁啊就继承全部的家产 齐大爷原本想用利益进行诱导 立下了一个遗嘱 鼓励儿子们早点生子 但没想到这份遗嘱 却是引起了齐家两兄弟的恩怨纠葛 齐大爷在遗嘱中写明 两个儿子 谁先生下孩子 不管男女 谁就继承家中的百万家产 而另一方是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这遗嘱一公布 两个儿子就炸开了锅 小儿子齐小伟虽然不太想生孩子 但对父亲的遗嘱没有任何的意义 甚至还觉得不错 毕竟自己已经结婚 要生个孩子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比起还没有结婚的大哥 齐小伟可谓是占尽了先机 比弟弟不同的事 大儿子齐向东很是不满 自己都还没结婚 哪来的孩子可生 这父亲心里明明是偏向弟弟的 表面上看着多么公平似的 实质上弟弟天时 弟弟人和这都占了 这家产板上钉钉 肯定要归弟弟了 从父亲家中离开后 齐小伟是眉开眼笑的回到家 跟妻子姚贝贝商量起来 他们觉得孩子早生晚生都得生 现在生还能额外得到一半家产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两个人是一拍即合 决定尽快生个孩子 换取家产 这边弟弟齐小伟和媳妇 加紧了怀孕生死的计划 那边仍然单身的齐向东 对弟弟是羡慕嫉妒恨 整天找人喝酒消愁 朋友看他情绪十分低落 就被他出了一个好厨艺 朋友们看不过去 就劝其一向东说 不就让你生个孩子吗 你找个女人结婚不就成了 至于成天愁眉苦脸 跟天塌了似的 齐向东一听 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既然自己与弟弟相比 最大的弱势在于没有结婚 那么自己赶紧找一个女人结婚 不就成了吗 结婚之后 与弟弟公平竞争 说不定自己能先生下孩子呢 齐向东这么一想 便打定了主意 开始在网络上 发布协议生子的帖子 没过多久 还真有人找上门来应聘 而来应聘的人 就是王小丽 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长得十分的清纯 标志 自称没有男朋友 也没有结过婚 齐向东对王小丽是十分的满意 但心里纳闷 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怎么会同意来跟她协议生子呢 王小丽见了齐向东 也并不也是 坦白的说道 我老家在农村 现在毕业工作不好找 家里弟弟妹妹又等着钱读书 说白了 我也是为了钱 齐向东对王小丽直白的回答 是十分的满意 单纯为了钱财生子 以后要斩断关系 也容易的多 于是 两人是一拍即合 当天就签订了一份生子协议 约定两人办理结婚手续 但生下孩子之后 齐向东支付王小丽营养费五十万 并办理离婚手续 签订生子协议之后 齐向东与王小丽迅速的闪婚 齐小伟此时的心里却十分的不舒服 他明白哥哥是跟自己叫上劲儿的 于是这兄弟两人便展开了身子的宿战 兄弟两家的媳妇同时怀孕 我们家小丽也怀孕一个月 你说这谁健身孩子还真不好说呢 为了能继承家产 两家人煞费苦心 姚贝伟见四驾无人 突然伸出脚 犯了王小丽一驾 想制造让王小丽跌下楼梯的意外 两个儿媳较量升级 究竟谁会是百万家产的继承者 想着生孩子 法律奖堂正在播出 一个月后 在一次的家庭聚会上 齐小伟的老婆姚贝伟是得意洋洋的向大家宣布 自己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齐向东一听这消息 觉得十分沮丧 自己匆匆忙忙结婚 到底还是赶不上弟弟的速度 齐小伟看到哥哥失落的样子 更是春风满面 故意说 大哥你不恭喜我吗 还是说 见我比你先生孩子 你不高兴 齐向东的脸色很不好看 见到弟弟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哪里说得出恭喜的话 郑种被拂袖而去 却见王小丽伸出手拦住了她 王小丽对着齐向东一笑 缓缓地站起来 轻描淡写地说道 贝贝怀孕了 我们作为大哥大嫂 当然要恭喜了 但是小伟啊 你们也要恭喜我和你大哥啊 王小丽这话一出口 连齐向东都愣住了 齐小伟更是不解 恭喜 恭喜你们什么呀 王小丽有些羞涩地说 我下午刚刚去过医院 医生说 我怀孕一个月了 齐向东显然不知道这个消息 不敢相信地问道 小丽 这是真的吗 你怎么也没有告诉我啊 王小丽解释说 自己也是刚刚知道 正准备给齐向东一个惊喜 齐向东觉得真是喜从偏降 王小丽怀孕的消息 打破了自己的困局 也使自己再一次能够同弟弟 起股相当的竞争家产了 齐向东便有了底气 挑衅地说道 你媳妇姚贝贝怀孕一个月 我们家小丽也怀孕一个月 你说这谁先生孩子还真不好说呢 齐小伟尴尬地陪着笑脸 心里却懊恼极了 原以为大哥刚结婚 不会这么快地怀孕生子 可没想到稍已疏忽 一直落后的大哥竟然迎头赶上了 齐小伟想到自己即将到手的百万家产 就这样被抢走 觉得是晴天比利 这主厨的鸭子竟然真的给飞了 齐小伟像是活生生被人挖走的心头肉 横得是咬牙切齿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是坐立不安 比起齐小伟的焦虑 姚贝贝显得是淡定很多 劝着自己的丈夫说 我和她怀孕的月份都差不多 你能认准她比我先生啊 下单什么行 说不定我比她先生呢 可是齐小伟却不愿意这样赌一巴 觉得还是不踏实的说道 要是万一她王小丽先生了 我们这到手的钱可就全没了呀 我就是不踏实 这谁先生哪里说的准呢 难道生孩子更生产家具似的 能人工控制不成 然后贝贝此时似乎得到了什么启示 说道 怎么就不能人工控制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等预产期那几天啊 只要王小丽肚子一吞 我们就去医院 她自己生产 我们做抛妇产 肯定比她生得快 这齐小伟一听 哎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总之 无论有什么手段 这齐小伟和姚贝贝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比大哥先生下这个孩子 原来啊 这天姚贝贝和王小丽 从商场买东西准备下楼 姚贝贝见四下无人 突然伸出脚 伴了王小丽一下 想制造让王小丽跌下楼梯的意外 这王小丽是一辆枪是顿时失去了重心 伸手乱抓 一把抓住了站在一旁姚贝贝的一脚 姚贝贝被王小丽猛的一拉 也失去了重心 跌下了楼梯 原本姚贝贝想陷害王小丽 结果周里两人同时跌下楼梯 王小丽幸运的保住了孩子 而姚贝贝却意外的流产了 流产之后 齐小伟和姚贝贝心情十分的低落 看着王小丽肚子越来越大 他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总是阴阳怪气的愤愤不平 似乎准备随时报仇翻盘似的 姚贝贝已经流产了 看来齐向东将会顺理成章的拿到百万家产 但是原本胜券在握的齐向东 真的能顺顺利利的得到家产呢 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话说姚贝贝流产之后 齐向东对王小丽肚子的孩子 照顾得更加的细致周到 生怕孩子出了什么意外 但是王小丽还是提前一个月生产了 虽然是早产 但王小丽顺利的产下一个儿子 母子平安 齐大爷看到孙子降生 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人也精神了许多 大儿子齐向东更是喜不自禁 可是谁也没想到 正当齐大爷要履行承诺的时候 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竟然在医院消失了 孩子的丢失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破 那天上午 王小丽刚生产完不久 需要休息 齐向东就将家里人全部打发了回去 病房里就剩下他们两口子和孩子 王小丽睡着之后 齐向东就出去倒垃圾 总共也就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可回到病房一看 孩子不见了 齐向东匆匆忙忙的跑去报警 警察随后就调取了医院的监控录像 却只看见一个受伤的男人的背影 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孩子消失之后 王小丽却出乎意料的平静 她没有像一般的母亲那样 撕心裂肺的痛哭 也没有像乌头汤影一样 到处的寻找孩子 而是沉默的 久久的沉默 相对于王小丽而言 齐向东作为孩子的父亲 显得是十分激动 并且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弟弟 齐小伟偷走了孩子 警察不解 秦向东解释说 我先生下孩子 我弟弟他眼红 不甘心让我得到了家产 为了报复我 让我不好过 才把我的孩子给偷走了 可是齐小伟却辩解道 我虽然不甘心丢了家产 但是我可没看过偷孩子这事啊 警察不是看了肩窟窿像吗 偷走孩子的是一个男人 又高又瘦 我身材这么胖 显然不是我呀 可齐向东却不信说 谁说一定要你自己来偷孩子呀 说不定是你雇了人来偷呢 孩子失踪后 兄弟俩彻底断了来往 齐大爷见俩儿子闹成这样 犯病住进了医院 齐向东四处寻找孩子 但却一无所获 可妻子王小丽对孩子失踪的事 异常平静 这引起了齐向东的怀疑 齐向东还发现 妻子呀总是偷偷摸摸的出门 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问他 他也总是找各种的理由堂塞 有的时候 王小丽还会背着人偷偷的打电话 只要一看到齐向东回来 就匆匆忙忙的挂断电话 齐向东总觉得妻子有些反常 像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似的 于是他决定偷偷的跟踪王小丽 这天王小丽打完电话后 又鬼鬼祟祟的出门 东拐西拐的来到了一个僻静的胡同 王小丽似乎对这个地方十分的熟悉 东张希望了一会儿 确定没有人就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 而开门的竟然是一个抱着孩子的男人 齐向东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是惊呆了 和王小丽偷偷摸摸约会的这个男人又是谁 他手里为什么又会抱着一个孩子呢 齐向东按捺不住 立马冲向前去 与那个抱着孩子的男人拉扯 怒气冲冲的质问道 你是谁 跟我老婆拉拉扯扯的干什么 王小丽看到齐向东是惊讶不已 男人手中的孩子听到齐向东大声的斥责 吓得是哇哇大哭 王小丽是赶紧从那个男人手中抱过了孩子 说道宝宝乖宝乖妈妈抱你不哭啊 这一回齐向东是呆着 转身看着那个孩子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孩子怎么会在这个男人的手里 这个男人是谁 你跟他又是什么关系 王小丽听到了齐向东一连串的质问 憋红了一张力 低下头啊 就是不说话 而那个男人却一脸的平静 待人的说 我是谁 我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原来这个男人啊 就是王小丽的初恋男友刘刚 两个人都来自偏远的农村 家庭条件不好 大学时两个人同命相连 成了恋人 但毕业之后 两个人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而王小丽更是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身无分文的他们无奈之下 准备去流产 正巧 刘刚在网上看到了齐向东发布的关于生子协议的帖子 觉得既能生下孩子 又能赚一笔营养费 是个不错的事 便让王小丽去齐向东那应聘生子 打算得到钱就离婚 齐向东开出的五十万元的报酬 对王小丽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也许他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的钱 王小丽是穷怕了 思前想后之后 觉得这笔钱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 于是同意了刘刚的提议 王小丽渐渐渐爱上齐向东 激怒人才两空的刘刚 刘刚自然不同意 不予报复便偷走自己的孩子 得知被骗的齐向东提出离婚 却遭王小丽拒绝 如果你非要离婚 那就按照当初的协议 申养孩子后支付我五十万的营养费 双方定义的生子协议是否有效 荒唐遗嘱惹出的昏波 又该如何了结 想着生孩子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可事情并不像刘刚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王小丽与齐向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眼见着齐向东一表人才 为人成熟稳重 对自己又体贴 朝夕相处 健身好感 自己动得真感情 想到要刻意的跟刘刚保持距离 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了 王小丽提出了要和刘刚分手 打算安心留在齐家生活 刘刚自然不同意 眼看人才两空 出于报复 便偷走了自己的孩子 并以此要挟王小丽回到自己的身边 王小丽心中惶惶不安 自己去要孩子去谈条件 但没有想到被齐向东跟踪 苦苦隐瞒的真相 最终是被揭穿了 此时的齐向东才恍然大悟 指着王小丽说 我说孩子好端端的 怎么会提前一个月出生 原来根本不是早产 是逐月生产 王小丽 你骗我骗得好苦 亏我还满世界的找孩子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 离婚 我要跟你离婚 可王小丽现在是真的喜欢上了齐向东 因此根本不同意离婚 齐向东拿出事先与王小丽签订好的身子协议说道 我们可是有协议的 生完孩子就离婚 由不得你不愿意 你要不愿意 咱们法庭上见 王小丽见齐向东拿着身子协议说事 也急了 微协议说如果你非要离婚 那就按照当初的协议 生产孩子后支付我五十万的营养费 这齐向东一听就更火了 你生的孩子不是我的 还想管我要营养费 做梦 这个婚呀 我是离定了 齐向东在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后 把王小丽告上了华庭 要求离婚 那么齐向东与王小丽签订的这份身子协议 是否有法律效力 王小丽是否能够得到那五十万元的营养费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法律点 负条件的协议 效力的认定的问题 我们说约定了离婚条件的这样子的一个协议 属于负条件的民事协议 根据民法通责的规定呀 民事行为是可以负条件的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责若干问题解释当中也规定了 所负的条件必须是不违反法律规定 或者是能够成就的条件 否则的话 这样子负条件的协议是不生效的 而王小丽跟齐向东约定的这样子的一个负条件的协议 是以离婚为前提的条件 我们说公民有选择结婚的权利 也有选择是否离婚的权利 齐向东和王小丽在协议中约定离婚的时间 实际上是对婚姻自由权的一种侵犯 离婚是一种与人生有着密切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期强烈的人生性 离婚必须是及时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 不允许其处于一种效力不稳定 不确定的状态 若为离婚附上条件或者期限的话 则即使本应确立的夫妻关系就处在了无法确定的状态 不仅违背了离婚的法律性质 也使配偶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无法确定 因此该类协议是无效的 最终法院没有认定这份生子协议的法律效力 驳回了齐向东要求王小丽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 齐向东不能以协议为依据要求王小丽离婚 而王小丽也无权要求齐向东 以协议支付给他50万元的报酬 虽然法院驳回了齐向东的诉讼请求 但是齐向东与王小丽之间根本没有感情 他们的婚姻就是一场交易 所以不久之后 齐向东便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继法院审理后认为 二人结婚目的不纯 婚后也未建立起良好的夫妻感情 最终判决齐向东与王小丽离婚 而孩子不是齐向东的亲生子 判决由王小丽自行抚养 离了婚的王小丽独自带着孩子离开了齐家 虽然初恋男友刘刚表示 还愿意和王小丽在一起 但是经过孩子被偷这场分波之后 与前男友刘刚的感情已经不在了 王小丽最终还是选择独自生活 独自养大孩子 那么那边 齐大爷一家的遗嘱分波 又是否平息了吗 齐大爷以身孙子为条件 立下的遗嘱是否又具有法律效力呢 我国法律是允许遗嘱附带条件的 但是所附带的条件应该是可能实现的 且不能够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 齐大爷遗嘱中所附的条件是看谁先生下孩子属于可以实现的条件 也并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 这是法律所允许设置的条件 但是遗嘱并不是写完后既实生效的 遗嘱在被继承人去世时生效 在去世之前被继承人是有权修改和撤销遗嘱的 重病的齐大爷看到遗嘱引起的荒唐是 本算和睦的一家人现在是闹得跟仇人一样 真是痛心不已 于是齐大爷宣布撤销了这份遗嘱 观众朋友 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协议来约定 但协议自由并不代表百无禁忌 社会是有规则的 不正当的要求或者行为靠协议来约定 是不可能受到法律保护的 我们在签立协议的同时也应该遵守既定的规则 否则只能得到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父亲去世 他经高人指点找到一处风水宝地 你们村啊我看了个遍 就属这块地好 非常适合做阴人 下葬没几天 父亲坟地就被刨开 同归不知去向 是谁这么损音丧的 这么缺德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爸 儿子不孝啊 是被人嫉妒还是遭人暴 父亲同归被盗了 迷离播出 我们下期见